在很多人心中,贾静雯绝对是女神级的人物,就连阅人无数的刘德华也曾说过,在台湾1米7以上的女人,林志玲最美,1米7以下的,贾静雯最好看。 贾静雯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是家中的长女,因随父亲来到大陆做生意而有幸被星探发掘,从而进入演艺圈,2002年一部《以天屠龙记》,让他火遍大江南北,很多观众将贾静雯与赵敏画上了等号。 金庸笔下的赵敏面淫如玉,眼成似水,是常住在很多人心中的女神,贾静雯将赵敏这一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剧中的他神态百变,女装时显出一派柔美纯洁,明艳得不可芳物。 女扮男装时自带三分英气,三分豪态,英姿飒爽,令人不敢直视。 而后与赵文卓合作出演的古装传奇剧《至尊红颜》,更是再次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但是成业上的成功却无法带动他感情的列车,即便仙女也怕嫁错郎。 人前貌美如花的他,人后却惨遭渣男暴打,贾静雯与孙志浩2005年结婚,却在结婚结婚一年之内因孙志浩的施暴二人签署离婚协议,还没好好享受甜美婚后生活的贾静雯又因女儿的归属权和财产分配问题陷入了无休止的官司之中。 那会的他再也不是荧幕中骄傲肆意的郡主,也不是傲视群雄的皇帝,他仿佛一只受惊的鹿,不安和惶恐一直驻足于他的脸上,尽管之前贾静雯的人生大起大落,感情使他伤痕累累,但他却从始至终都抱着前程去看待爱情。 万幸的是,他剥开阴霾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重生。 在2014年,他的这辆爱情列车载来了修杰凯,相差9岁的姐弟恋起初并未被外界所看好,顶着巨大的压力和议论,贾静雯再次走上了婚姻的道路。 但是修杰凯对贾静雯充满爱意的眼神暖化了所有的非议,贾静雯也证明了他自己的选择并没有错。 二人把,急速前进,这个紧张刺激的禁忌类真人秀节目应生生变成了秀恩爱的日常。 话说如今的贾静雯已经42岁了,自古美人叹迟目,不许英雄见白头,再美的贾静雯也扛不住岁月这一把杀猪刀,再浓的妆也挡不住那抬头纹。 但是对于修杰凯来说,贾静雯永远是最美的,爱情的状态,从双方的眼神就可以探知,他们时不时旁若无人的对视,仿佛有千言万语被这浓浓化不开的情谊所包裹,让人不忍去打扰这种专注的深情。 被爱神眷顾的两人在结婚不到两年的时光里,便诞下两女。 近日,贾静雯晒出了给女儿们提前过万圣节的照片,头顶蝴蝶结发孤,身着黑色小纱裙,背带恶魔羽翼的布布和一身南瓜装,这脸呆萌的薄着实让人喜欢。 从一开始的心图风顺坦荡,笑容灵动明亮,到后来脸上布满憔悴,挂满泪痕,再到现在被,救赎,后恢复自信的幸福坦然模样。 贾静雯用他这些年的遭遇很好的诠释了,相由心生,这个词,他变成了更好的自己,遇到了最好的爱情,生活啊,不总是坏的,当天边的光亮映在脸上,可能是黄昏,也可能是黎明破晓。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